Hello大家好,我是阿龙 欢迎赛斯来到了2022年的佛报预览系列 顾名思义也就像之前一样要来带你们看看 在2022年里有哪些佛报的女角色 顺便也介绍一下有哪些值得期待的作品 而关于本次的主题会比较偏向于异世界 多数作品也是在7月10月的部分 当然一样也不是把所有女角色都给说出来 所以我就只挑一些我比较熟悉且理解的角色 换句话说就是选出一些我喜欢的女角 因此如果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影片 也别忘了按下那些微熟悉的订阅 且开启小铃铛也变得收到我第一时间的发片通知 此外如果还没看过上一部《佛报预览》系列的话 可以点击右上方去观看 总之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打头阵的也不是在尽其相当知名的派对卡孔明 而毫无疑问里头最像的角色就是女主角Echo啦 会把它放进来的其原因之一 当然就是因为她真的非常可爱 不管在哪个时段都散发出那种天然且毫无作作的气质 许多的表情包也可以说是讨喜万分 怎么看都看不逆 不过我个人认为更主要的还是她那追逐梦想所散发的魅力 特别是站在舞台上的她 其角色魅力与特质更是提升了好几倍 此外配上九六猫优美的歌声也就更不用说了 一整个优雅到出水 我是说喜极而泣得泪水 再说我曾就有说过努力追逐梦想的女孩 通常会让人更加恋爱 所以Echo绝对可以说是在四月新翻里 属一属二的超婆角色啊 而且这部作品其本身内容就非常好看 虽然我对三国那些历史没什么感触 换句话说就是其实我刚开始根本对这部作品毫无兴趣 只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想法去观看罢了 但在尝试看了第一集后 是真他妈的香啊 不仅剧情相当有趣 又值得作画也瞬间收获了我的目光 甚至还让我直接去把原作漫画看到了最新一画 重点是超级洗脑的OP 都可以听一整天了 干真的很洗脑 况且本次还是由P-A-Walk首次制作漫感动画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绝对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 特别是Red的片段实在有够赞 整个都揪了起来 里头的笑点与乐趣更是无处不在 看色Echo与孔明的互动更是令人深感欣慰啊 因此本作品我真的相当推荐 即使对三国历史没什么兴趣也不妨尝试观看 然后还有Echo绝对是我在这剧新翻认为前三最婆的角色 赞啦 剧母的拖油屏是我的前女友 本作品是在之后即将到来的七月新翻 而剧情讲述的也便是男女主角因父母再婚的关系 就此成为了异兄妹 可殊不知两人前阵子还是初中初恋的男女朋友关系 因此这个与前女友成为了异兄妹的爱情喜剧也就此展开 当然其中我最推的角色就是女主角伊里布姐女啦 毕竟光是这一幕就足以收获众多观众的目光了吧 虽然我知道另外一位角色东投伊莎娜也很香 但看着那么傲娇的姐女与男主的打情骂俏 我实在无法拒绝 再说姐女的身材样貌也都样样俱全 不管是以往普出的造型还是如星的高中美少女 虽然性格的确有点故事 不过依旧显得如此可爱 而且在其中她与男主角随斗其实都还是互相喜欢的 所以异兄妹之间的狗粮闪官蛋也绝对不会少 何况还是住在一起 不过有一点我还是想吐槽一下啦 就是他们两人分手的原因 毕竟纯粹只是因为感情淡了与一些小事而分手 实在有够没说服力 换句话说就是因为在剧情中 这两人的互动完全不像是感情淡了而分手啊 互相喜欢的表现还是超级明显的那种 所以我... 我也不能怎样就这样 纯粹想吐槽一下 此外原作小说也真的是非常推荐的 特别是《绝女的视角》作者叙述得相当有趣 当然两人其中的同居日常生活必然也是亮点之一 那种酸甜的互动也可说是令人羡慕不已啊 只是关于动画嘛 动画制作组是Procent No.9 我选择静观其变 总之我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蛮高的 在还没动画之前就少有着偏高的人气 因此喜欢恋爱戏剧作品的观众也就敬情期待吧 金庄的维尔梅 并临流奇的魔法师联手最强灾祸 涌闯魔法世界 同样属于即将到来的契约新番 而剧情讲说的就是在魔法学院的男主角 因召唤魔法不成功而面临流奇危机时 意外召唤出了被封印的恶魔维尔梅 所以男主角在召唤出后就必须给以维尔梅所需的魔力 然而其他方法却竟然是浓厚的接吻 因此这以最强死魔签订契约的奇幻故事也就此展开 而其中我最喜欢的角色当然就是恶魔维尔梅的啊 毕竟谁又能看剧如此优美且色气满满的完美恶魔呢 再说这部作品的福利剧情真的是超级多 维尔梅与男主的各种互动都是让人想要色色的场景 是的几乎每一话都会有福利画面 重点是还很大 不过即使是色气满点整天想上男主的维尔梅 其实也是相当专情的 他对男主角的爱也绝对无庸置疑 两人的三宽蛋除了羡慕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此外男主角阿鲁特还有一位青梅主玛丽丽亚 他同样也喜欢这男主 因此看似他与维尔梅的关系也是蛮有趣的 另外关于维尔梅还有个令人感到同情的过去 所以也为此贴加了不少看点 总之原作漫画真的是蛮好看的 试剧关于整体魔法设定也不会差 而且光是为了那些福利画面就足以持续看下去 唯一让我有点反感的也就是男主角前妻太过圣母吧 至于动画的部分 制作主是由Stable Entertainment担任 我个人对此完全不熟 只知道他在4月有一部礼番 不过今天都是植古Takashi 系列构成是高桥龙业 所以就一样静观其变吧 顺便一提植古Takashi 就是那部青梅竹马不会输的监督 只是那个应该不能怪他 毕竟那个没经费的锅 不是他该背的吧 《异世界迷宫》里的后宫生活 一样属于即将到来的7月新番 至于剧情讲述的也便是对于现实世界感到失望的男主角 某天在一个奇怪网站上创建了游戏角色之后 醒来就发现自己穿越到了异世界 并且也就此展开了各种技能与职业 魔法与迷宫的异世界冒险 而其中我最喜欢的角色当然就是所有的后宫啦 对我才不要做选择我全都要 好啦真的要选的话应该会是罗克山 毕竟他不管在哪方面都非常可爱 不仅能干还能干 而且感觉与他相处久了真的会觉得他越来越贤惠 所以把他取回家也是个明智之举 此外如果说上一部作品是福利画面超级多 那么这部就是直接干起来了 虽然本作品的剧情内容的确不怎么亮眼 但他的床戏绝对是精华中的精华 因此比起原作小说我个人是更加推荐去观看漫画的 换句话说就是剧情较为普通 但床戏超他妈好看 然后还有的就是关于动画的角色设计 有些人觉得洛克山的身材变得不符合原作 的确比起原作肉感是增加了不少啦 不过以我来看还是算能接受的 况且这部动画还是由陈制作过一种族风俗娘的passion来制作 所以我个人还是相当期待且相当推荐的 《转身就是剑》 本作品是在往后播出的十月新翻 而剧情讲述的就是男主角在始于交通意外后 转身来到了异世界并就此成为了一把剑 同时在与女主角弗兰相遇后 就开始了一系列不断变强的冒险旅途 所以理所当然的我所推的角色就是女主角弗兰啦 原因也很简单就是纯粹的非常可爱 加上她的人物塑造 虽然她才12岁但看着她成长的过程 的确是会逐渐爱上这位角色 呃我的意思是会想把她当女儿宠啦 别误会 况且弗兰还是其本身就超级可爱的猫娘 因此追了也不亏 毕竟本作品的剧情内容还是算相当不错的 像我只看了本作的漫画并没有去看原作小说 但以我个人的严剧情安排还算是有趣的 至于动画则是由C2C担任 中规中矩 接下来要隆重介绍的就是我的女王 而我为了她可以上山下海 即使要我跳进火海也在处不息 没错 我可以为了这位女王抛下任何尊严 因为女王Makima就是香啦 炼剧人 剧情讲述的就是男主角在充满恶魔的世界中 成为恶魔猎人的奇幻故事 虽然目前还没确定在几月播出 只预定在2022年之内 但我还是非常私心的想来说一下 所以没错 今天最后一位要来说的就是我的女王Makima 而她在剧情中是男主角电子的上司 并且她会把下属称之为狗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 我今天又不是要来聊剧情的 因此你只需要知道她很香就OK了 是的 她的魅力就是能让你在第一眼就屈服于智 光是那丰满的身材就像众人搞得浴火焚身 多次的同仁二创也把她的女王气息提升了数个躺翅 所以要我成为她的狗汪汪叫也毫无问题 尊严什么的都不在话下 呃好清醒点对不起有点太夸张了 总之会放在这部影片的原因就是因为她真的有够香 虽然她的香刚开始给我的感觉的确有点莫名其妙 挺多就是欲绝氛围与身材非常好 但看久了就是会逐渐迷上她啊 即使知道她是个怎样的人结局会怎样 我还是会毫不犹豫的赞美她 再说她与这部作品的人气也实在有够高 所以会对她如此着迷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吧 总之动画想由MAPA担任制作 因此相当值得高度期待 好啦以上就是一些我在2022年尾挑出的婆豹角色 不过当然除了这些其实还有超级多啦 像是在四月新翻中的爱在政府世界之后 与夏日重现的女主角之类的 但我想这些都已经是众所皆知了 因此没必要再详细说明 毕竟都已经是在播出中的新翻 所以懂的吗 一口的部分纯粹真的是私心想放啊 此外最后我想在私心简单推荐两部原创动画 那就是在七月新翻的 ENGAGE KISS 与LUKORISU RUKOIRU ENGAGE KISS是由A1PIX的担任制作 并且由我超爱的作品 并且女主角培育法作者玩户史明担任编剧 同时人舞原案还是由约会到主战超或是Zunako担任 因此我个人还是抱着期待的 至于LUKORISU RUKOIRU 同样也是A1PIX的担任制作 会想推荐的原因也纯粹是我最喜欢的百合类型啦 另外关于这个POVAL预览系列还是会持续下去 就有点像是取代掉我之前的新翻资讯影片 毕竟现在新翻资讯的影片实在有够多嘛 而我的速度也没比其他人来得快 所以我就用我的风格来呈现出我想推荐的新翻吧 不过说到底也跟新翻影片差不多啦 只是一次会牵扯到其他戏 还有比较专注在女角身上罢了 呵呵 总之就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些新翻的到来吧 当然那从晚去翻的七月动画更是不能错过于此 此外对于这种类型影片有什么建议的话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今天没先到车 请问记得按订阅上顺便分享 且开启小铃铛也便能收到我第一时间的发片通知 当然最后也别忘了share the feed 点个赞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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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